大家好,我是小诺 今天要多吃鱼 鱼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深受大家的喜爱 很多朋友在腌鱼的时候 喜欢用盐和料酒来腌制 用盐腌制的鱼肉口感发财 用料酒腌制的鱼肉有一种怪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不用盐,不用料酒 腌出的鱼肉鲜香滑嫩,无腥味 想学的点击屏幕上的有用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在菜市场花了28块钱买了一条炒鱼 炒鱼还是老价格,8块钱一斤 老板已经给杀好了 我们再把它清洗干净 鱼肚子里面的鱼黑膜一定要给它处理干净 这个鱼黑膜也是形容的主要来源 鱼骨血也给它清洗干净 再看看有没有残留的鱼鳞再打理干净 鱼头鱼鳃也清理干净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 放在菜板上 用厨房剪刀把鱼鳍剪掉 鱼鳍不好吃 而且小孩吃容易扎嘴 鱼尾巴再给它修理一下 然后在鱼头两指的地方切上一刀 鱼尾四指的地方切上一刀 从鱼头的切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片红点 红点的旁边有一片小白点 这个就是鱼心线 右手捏住鱼心线 左手拍打鱼肚 把鱼心线取出来 鱼心线也是鱼心肉的主要来源 把两面的鱼心线都取出来 然后再把鱼头切下来 鱼尾也切下来 把鱼头鱼尾放在盘中 留着做鱼头豆腐汤吃 再把鱼肉顺着鱼脊鱼给它片下来 两边的鱼肉都片下来 片下的鱼脊鱼再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和鱼头鱼尾一起炖汤盒 鱼肉再切成小块 切成这样的小块方便入味而且熟的比较快 切好后把它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准备两颗大葱 把葱板用刀背把它拍扁 拍扁之后葱的香味能够更好的激发出来 然后再斜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把它放入碗中 再准备一块生姜把它拍扁 拍扁之后姜汁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 再把它切成细丝 切好后把它放入碗中和葱段放在一起 往里面再加入半罐啤酒 啤酒有很好的去腥效果 而且还带着淡淡的麦香味 口感非常好 戴上一次性的手套用手抓捏一下 把葱香的香味抓捏出来 让啤酒的香味和葱香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再倒入鱼块中抓拌均匀 很多朋友在腌鱼的时候都是喜欢用盐腌鱼 用盐腌的鱼肉口感发财 加料酒影响鱼肉的口感 今天我们腌鱼不用料酒 用啤酒代替料酒腌的鱼肉紧致有弹性 味道浓厚鲜美 鱼肉也更加的内滑没有腥味 多搅拌一会儿 让鱼肉吸收啤酒葱姜的香味更加的入味 然后盖上保鲜膜腌制15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一个小冬瓜把它对边切开 冬瓜我们用一半就够了 再把皮给它削掉 把它对边切开 去掉中间的瓜瘾 再盖刀切成小块 然后切成薄片 冬瓜的营养也很丰富 而且水分比较多 特别适合减肥人士使用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小料 准备一块生姜把它拍散 再准备几粒大蒜把它拍散 然后一起剁成姜蒜末 剁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小葱 葱白 葱叶分开切 葱白斜刀切成片 切好后和姜蒜末放在一起 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后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盘子里 准备两个清洗干净的小米椒 斜刀切成米椒片 不能吃辣的也可以换成甜椒 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颗清洗干净的香菜 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 在碗中加入两勺生抽酱油 一勺老抽酱油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 再将剩下的半瓶啤酒倒进来 用勺子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这会儿鱼肉也腌好了 把鱼块挑出来 上面的葱姜就不要了 这样腌制的鱼肉 看上去就非常的鲜嫩 再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一勺黄豆酱 一勺生抽酱油 开小火炒出酱香味 炒香后把它盛出 放在鱼肉中 再戴上手套抓拌一会儿 让鱼块吸收酱料的味道 更加的入味 拌匀后再腌制10分钟 10分钟后 砂锅烧热 加入食用油 油着放入葱姜蒜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用铲子翻拌均匀 再放入调好的冬瓜 翻拌均匀 盖上盖子焖炖8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现在冬瓜已经足自半透明的状态了 再将腌好的鱼块摆放进来 盖上盖子再焖炖10分钟 鱼肉切成小块的 而且是腌制过的 炖的时间不用炖的很长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哇这样炖的鱼肉非常的香 肉质鲜嫩香味浓郁 色泽又泪 再撒上葱花米椒 大火炖上2分钟 炖至青椒断生即可关火 再撒上香菜段 端上桌就可以给家人们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炖的鱼肉色香味俱全 鱼肉肉质鲜嫩不腥不腺 里面的冬瓜吸收了鱼肉的味道 鲜香味美 就连里面的汤汁拌饭也是超级的下饭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